非常开心再次跟大家见面了啊 有人说老灯是不是菊花又一紧了 家门老灯都快被换去了 据说换那个呢 珍珠了很长时间 三个人里面后来选了哈马斯 哈里斯啊 不知道能不能成型的这个事 但是这个都不是咱今天主讲的话题啊 咱今天主讲话题什么呢 就刚才咱说都是都不是主讲的 没啥可讲的啊 就是叮当四五六 但是今天咱讲的话题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首先美国这个航母不是要进到地中海吗 啊现在已经通过李松岛了 然后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领导人呢 请注意啊 不是发言人是领导人 对美军直接起脸输出了 站出来狼娃一顿的给你警告啊 说什么呢 说一旦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 只要是你敢进入到红海海域 那老子直接彻底给你干成了 哎 也门胡塞武装就是叮当四五六 就是干你美国航母 上一次没给你干成 这次直接给你干成 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 请问家们啊 也门有没有能力去干成美国的航母 觉得有能力的给我扣不一 没能力的给我扣不二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请问如果不能说美国的航母通过红海 那美军会怎么办啊 你们觉得你们知道的 把你们的答案扣到公平上 两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家们 今天咱家的题目说什么呢 土耳其兄弟们 中东四大小霸王之一的土耳其今天终于是下场了 而且那下手老严重了啊 说什么事呢 现在已经让美国心里面嘎嘎低血 毫无一丝丝的防备 毫无一丝丝的预兆 家人们土耳其空军包括地面部队直接干到伊拉克 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一口气兄弟们呢 炸死了几千名的上千名的库尔德武装分子 兄弟们你可不要忘了库尔德是谁呀 库尔德也是美国在中东豢养一条狗啊 对不对 而且老铁们炸了库尔德武装分子还不要紧 直接还炸了美国刚送进去的弹药补给 那么请问啊 问题又来了 这次土耳其出手为啥这么突然呢 拥护到啥呀 对不对 伊拉克主权都被侵犯了 那伊拉克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们觉得伊拉克得跟土耳其翻联过 扣博尔 觉得伊拉克比较高兴过扣博尔 那会不会找土耳其算账 啊 这个事咱们扣起来啊 那么第三个问题兄弟们 是什么呢 啊 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 说啥呀 说美国海军陆战队 有一个师啊 正在进入到以色列埋伏了 随后呢 真主党那家伙 当家都是当机立断的 对以色列发起了个大规模的轰炸 据说今天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叮当四五六一顿走啊 将近200枚的卡丘上 直接给你发了发射了 美军从沙特直接调集直升机 狼狼的进到以色列去救援 怎么着了 这次美军到底被炸死了多少人都是谁呀 老铁妈 来 有直到的给我扣不一啊 直到的把答案给我扣到公平上 另外兄弟们 就是刚才咱讲的问题 我必须给你们讲啊 就是呃你们肯定愿意听谁呢 就是比飞猴的还贱的啊 小巴嘎又犯贱了 说今天凌晨呢 就是也没有一丝丝的防备 就是作死的节奏啊 全世界都在作死的节奏上横跳 他干啥了呢 出动了三艘船啊 对着沟鱼岛 直接就发起冲击了 还好咱家海警手段太给力了 关键时刻一脚给他蹬旁边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兄弟们啊 弯弯的船刚被咱扣下 小本子在那叮当四五六找事 怎么的你不怕死吗 你真不怕惹怒咱们吗 你真想承诺那句弯弯有事 就是你小本子有事吗 看你哪谁先有事吧 啊还有啥事呢 就是刚才咱说的 老灯啊退选大致上已经确定了 有人说他是不是又拉了 这事咱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那个状态啊 咱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正常人 对不对 那么民主党现在干嘛呢 正在考虑让副总统哈里斯 去顶替拜登参加竞选 但是问题来了 哈里斯我就问你 能跟特朗普掰手腕吗 你们觉得能够扣不一 不能够扣不二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问我说 哎 苏罗你觉得特朗普能赢 还是拜登能赢 我说特朗普能不能赢 我不知道 但是拜登一定得输啊 那么他又说了 那么特朗普上来也对咱也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那还不如老能赢呢 所以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咱们就探讨一下 特朗普上台之后 全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们可能也没有人跟你们系统讲过 咱们心里都在打鼓啊 就包括 然后说完这个事 咱们再说小飞的那把事 全世界都知道 小马克思的家族贪腐成性 他爹就是这么让民众给赶去的 然后这两天呢 有人说了 就听不够这个菲律宾呢 啊 就想招他家的事 那么今天咱就讲一讲 小马克思是怎么当上总统的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得到了强大力量的支持 这个支持不是美国 而是谁呢 而是前总统杜特尔特 这到底咋回事啊 菲律宾总统任期时间是六年 而且不能连任 懂我的意思吧 杜特尔特在任期快结束的时候 处心积累让他女儿啊 那个那个萨拉 呃 接任总统 但是一来因为萨拉的这个资历不够 二来呢 菲律宾所有的权贵啊 他都反对 所以说根本搞不定 怎么办 杜特尔特一想 如果找一个牛一点能干的总统 那我就完全控制不住了 那以后萨拉就永远没有指望了 不如找一个傻的 杜特尔特再一琢磨 就马上就发现 小马克思是一个最强 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马克思家族的名声 在菲律宾已经臭了 已经烂大街了 政治影响力相对是相当薄弱的 再几次啊 马克思家族呢 基因就是贪财 只要给钱就能收买 再次杜特尔特说 马克思根本没有这个资历当总统 哎 只要我帮了他上位 就是叫什么呢 叫有拥戴之功 他感激替零 而且会听话 于是呢 这个杜特尔特找到了马克思 小马克思 说我给你谈个买卖 我全力支持你当总统 我女儿当副总统 你做完六年之后 让我女儿当总统 你看好不好呀 马克思一听说 还有这好事呢 比特帕尔乐出来了 满口就答应了 说我只要当上总统 你就是我爹 你就是我义父 你说啥是啥 菲律宾现在最强大的 有四大家族 分别谁呢 马克思家族 杜特尔特家族 还有个叫 叫什么阿罗约家族 还有个叫什么罗穆亚德斯家族 几乎可以掌握整个菲律宾的政治以及经济 其中马克思他妈就是这个叫什么罗穆亚德斯家族 两家有这个姻亲的关系 互为同盟 而另外一边 杜特尔特呢 与这个阿罗约家族呢 都属于比较比较亲华的 他们的政 他们的这个政治关系比较亲近 其中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啊 更是谁呢 更是拜了那个那个叫什么阿罗约为老师 于是乎家们 四大家族很快就达成一致了 都同意马克思当总统 杜特尔特对马克思说了 说你当总统没问题 但是你得听话呀 对不对 你要延续我的政策呀 比如说啊 我我的杜特尔特当时做的非常好 其实我我感觉 虽然说他有很多就是得屁嚼不烂 但是就是臭脸皮的 就死出瓜开尾套 就打赢我们这事办不了 但是啊 他掌握了一个原则 就是不不站退 他跟我们好 也跟美国好啊 也不做危害我们的事情 也也也不也也不拒绝美国的要求 在中美之间不断的骑墙 谁也不得罪 你可不能给我女儿留个烂摊的呀 对吧 马克思当时是满口大人说 好好好啊 你说啥是啥 你说我义父 两边非常愉快 就达成这个交易了 杜特尔特非常开心 退休了 等了六年之后 自己的女儿当总统 马克思当总统这段时间呢 就前段时间啊 他是比较听话的 最开始的时候 2023年1月份 就率领庞大代表团 直接来咱们这了 记不记得 2023年的时候 签署了14项合作协议啊 不仅包括什么能源 商贸啊 就各种各种啊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签了一个叫 一定是确保南海和平稳定的 但是兄弟们 好景不长 就过了三个月 你们记得吧 当时2023年 当时的时候啊 呃 4月份嘛 这个时候是2023年 4月份开始的 风云突变 一切都变了 因为马克思干啥去了 知道不 为啥突然间变了 兄弟们 你们在别的地方 可真听不见 那个时候 马克思去了一趟美国 哎 以拜登谈了老长时间了 回来之后 老天妈 这人就疯了 这人180大转变 整个杜特尔特 整个都懵了 那中间发生啥了呢 我当然不知道 毕竟咱们在白宫没有眼线 但是兄弟们 我估计 老拜登会说 小马 你就甘心做杜特尔特的傀儡吗 你就甘心 什么都听他的吗 你看 我看你的儿子 啊 小小马很不错 我们美国愿意支持他 当下一任总统 拜登又说了 你爹老马当年不容易啊 为了捞钱 那真是担惊截律啊 披星戴月啊 堪称劳魔啊 当年我们就帮你爹 就这个事儿讲了 我是冒着 我这都讲的 我一后被汗 我给你们讲的 讲完这个事儿 咱们还有什么事儿 得接着说了 刚看有人问了 说小本子这边 小巴尬 咱讲完了 那果盘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对不对 有人问说为啥不直接拖走 菲律宾那个破船呢 咱不会话 直接是我的答案 对吧 警告之后不听 直接拖走破船 或者闯入咱家12海里 直接开枪干他 那是谁的风格 那不是咱家风格 熊猫不是这个风格 但是大鹅是这个风格啊 是吧 这个不是龙国的做事风格 大鹅喜欢什么呢 用强人手段 有时候确实很解气啊 是不是 但是也导致了今天的大鹅处于非常非常被动的状态 因为不管是乌克兰兄弟们还是菲律宾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包括小本子在内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棋手 也不是棋局 它是棋手拿捏在手里面 在棋局上落子的一个棋子啊 他们背后是整个的美西方国家呀 对吧 面对强劲的东方大国以及俄罗斯 美西方一般都自己不动丑啊 自己都不动手 但他们喜欢放狗咬人呢 就好比说小本的嘛 好比说小飞的嘛 对吧 你要是抡起大棒 你嘎 你把狗给敲死了 你就直接掉进他们设的那个圈套了 懂我的意思吗 人家是放长线 钓大鱼 舍着孩子 套着狼啊 让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 然后对对你进行口述笔伐吗 舆论公为吗 对吧 他们会大肆宣传说你 你不人道啊 你这个虐处 你暴力成性 让你白口默骗 恼羞成怒 甚至挥拳相向 哎 这样又会掉到他们的第二个圈套 你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言论了 啊 这就是美西方的那个德效 他就是这么虚伪 他就是这个虚伪价值观 啊 以我我们五千年的文明 五千年的智慧 我们根本不可能 也不会一起用事 对吧 我们怎么能轻易掉下人家圈套呢 我们得运用更高级别的智慧 来处理这个事 来应对这些狡猾的敌人 同意我这个观点 老铁门过口不同意 啊 我们要让你心服 而且口服啊 即使敌人不服 也得让你知道你自己理亏了 那是什么智慧呢 就是用西方的规则和逻辑来打败你们西方 就像人爱交那个破船一样的 对不对 你们不是说什么珊瑚 什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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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污染吗 OK呀 你自己就是污染源呢 对吧 现在这个剧本就是按咱们设计往前走的 咱们的联合报告已经发布了 要求菲律宾赶紧把那个船给拖走 结果昨天晚上 菲律宾海军总司令已经站出来讲话了 说我不管 啊 我们菲律宾绝对不会把这个船 从人爱交给拖走的 什么意思 说白了就是菲律宾选择要跟他硬钢 那么说这有老铁是不是就要问了 说现在菲律宾都做出这么强硬的表态了 那咱该咋整啊 说实话啊 菲律宾如果老老实实的 咱还真是不好处理了 但他就再这么得瑟 再这么不老实 弄死他的办法 没有上千种 也得有上百种 为什么 因为报告出来之后 家人们 他们那个破船性质变了 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再是名义上的军舰了 而是成为了污染海洋生态环境的垃圾 是垃圾的话 那就是人人都有权利 而且我们是有义务的 去帮着海洋我们人类的 就是共同的母亲 对吧 去清理破坏生态环境的垃圾 那最后怎么处理呢 咱简单透露一个消息啊 咱们咱们咱们家的 现在咱们的军舰包括拖船 已经还有那个什么呢 几个考察船 已经是开过去了 至于怎么处理兄弟们 你们就等着 这次菲律宾也好 美国也罢 就彻彻底底的给你们上一课 哎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苏文你说这话是不是催呢 实际上我真不是啊 当年我们跟欧洲 还没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时候 你们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说的吗 说欧洲也好 龙国也罢 你们如果敢发展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就会威胁我们家的GPS安全 那么我就有权利发射导弹 把你们卫星全给你盖下来 这是美国当时说的话呀 老美这话你吓得欧洲连 我跟你说尿不尸给干冰凉 直接退了 但是咱再一瞅 美国你就这么小咔的那么一套 当时就明白了啊 想要玩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我们不但要懂得卫星发射技术 现在以色列和中东周围 很多国家摩拳擦掌 摩拳霍霍 向以色列 直接要摩擦出火花了 以色列早就说了 说美国必须得亲自下场 才能来救他 然后美国军工复合体也非常贪婪 无限贪婪 天天巴不得的 美军在全球到处打仗 然后他们疯狂搞项目啊 然后方便他们 踏污美军的军费捞油水了 这个时候特朗普 说自己疯狂支持以色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他上台以后救不救以色列 家伙救不救 他要是不救以色列的话 人设崩塌了 犹太财团放不了他 你要知道支持特朗普 那些底层的美国工人 很多都是信教的 那些信教的认为 以色列建国是上帝的意思的 这些人肯定也放不了他 所以特朗普如果不救以色列的话 他把自己的很多选票都得罪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特朗普之前批判拜登 面对以色列的问题太软弱 站着说话不要疼 特朗普自己说 美国要从全世界抽身 然后集中力量 对付东大 然后特朗普又说了 拜登处理巴以问题太软弱 那怎么才不软弱呢 你要知道 现在但凡你动一丝 而抽一发而动全身 你要是在中东 你不软弱你下场 那东大这边 你完全没有机会 对吧 要是自己都亲自下场去打的话 你说从全球抽身 怎么抽身呢 还集中对付我们的战略 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但是人家美国军工复合体 乐此不疲一样 就想看见这一幕啊 人家不管你对不对付 我只要赚钱就完事了 我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我捞钱我管你国家死不死呢 对吧 他们又开始重开一局了 又可以捞钱了 所以我的判断啊 特朗普充其量是个汉贤地 他不仅做不到战略收缩 集中力量对付我们 他会把这个战线再次扩大 俄乌战争停不停 我不敢保证 中东战争有可能真的是要走火 擦枪走火 如果他上台 大概率是要在中东重开一局的 不然的话 他在选民当中 那个强硬保护以色列的人设就没有了 知道吧 军工复合体 也会不断诱导他往这个方向走 什么美国再次伟大 全是骗局 美国今天都是问题 最大问题是美国内部问题 我就给大家一组新闻的数据 你们就知道了 看完这个新闻数据 你们就觉得 美国还能再次伟大吗 咱说伟大是要人来创造的 对不对 为英雄创造时代 实在成就英雄 但是兄弟们 你知道美国现在一共 脚打脚 勺打勺 加不加不 减不减不 三亿人口 对吧 但是目前你知道美国 咱就说一个数据 吸毒的人有多少吗 咱都不说美国吸毒的人 占美国总人口多少 这样吧 美国吸毒的人数 占到全球的12% 多么恐怖的一个数据啊 兄弟们请注意啊 是他的人口占全球 他的人口是全球比例的三倍 18岁 18岁以上美国人中 有4820万人至少吸过一次大麻 同时根据报道 2021年美国那边自己统计 在12岁以及以上年龄 大概是2.8亿的美国人当中 目前有3190万吸毒者 我就想问特朗普 你们整个国家 几乎都泡毒品的危害当中了 我就问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何来的伟大呀 你何来的重振呢 波音为啥老是出事 曾经这么厉害一个制造业大公司 也被毒品问题给影响了 你去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大量波音员工也在他们公司内部吸嗨了 美国毒品问题还在不断延伸呢 已经蔓延到连管核弹的部队都可要 我就问你这么一个国家还有救吗 今天全世界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 所以导致一些问题没有被重视 咱就比如说美国国内毒品这个问题 咱从来没有讲过 这个东西才是致命的 美国国内的问题才是致命的 我们国家历史上亲身感受过被害呀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危害泛滥 就毒品泛滥 能不能回到一个国家 能啊 太能 这个不用我赘述了吧 就算全世界制造业都回到你美国了 咋地 你一个在克嗨了的国家 能有什么合格的产业工人呢 对不对 这就好像有一个电视剧里说了一句话 感谢麦田守望啊 说我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对不对 特朗普确实很重视毒品这个问题 经常要严打 但是我含着一句话 你是个汉县定 即使不是汉县定 加上这条线 可太深了 跟墨西哥都有联系 他管得了吗 你以为美国毒品问题 真的是那些南美国家搞的吗 非常开心 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 咱非话不多说 今天直接开始聊了 因为今天的新闻挺多的 好不好 咱不默契啊 咱直接开始说了 呃 第一个事什么事呢 就是刚才咱们大家都关注的说 那么既然你们不关注悟空 咱们就关注一个谁呢 关注呃 关注一个比较善变的人 是不是啊 这个人是谁呢 是伊朗啊 朗格 朗格外长呢 突然间就宣布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呢 让大家挺泄气的 说什么呢 说只要美国和欧洲 放弃对伊朗的制裁 并且呢 美国恢复伊核协议 那么伊朗就愿意放弃 报复 然后和美欧搞好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家伙们 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反转了 呃 这个事儿是设计好的 还是伊朗真怂了 那么美国会不会接受条件 咱们今天主要来聊这个话题 啊 好不好 咱们从里到外 从前到后 从上到下 从从从从哪到哪 给你们整明白了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儿 老铁们啊 呃 这两天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其实 呃 大家都在关注 就是库尔斯克 包括比尔格罗德这个事儿 然后褒贬不一 有的人说说 这个俄罗斯怂啊 说你你人家都 就开始要对你用脏弹了 要炸你那库尔斯克核电站 包括那个扎布罗德核电站了 你这边你怎么还不出手呢 你为啥不把整个的 像北约乌克兰啊 在库尔斯克州 这么屁大点地方的人 都给干死呢 你用战术核武器 在你家叮当四五六 那多好大啊 这账 对不对 有人这么说 是不是老铁们啊 而且家伙们啊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说 说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智慧 说他布了一个口袋战 口袋战 虽然我们站在是我们东方大国的立场 我们站在中立 不站在任何国家的立场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俄罗斯亲谋略 也没有说什么乌克兰怎么怎么着 但是国际上确实有一帮人 在说说俄罗斯这就是什么 你进到别人国家的领土了 你就是勤力 对不对啊 有人这么说 那么请问 就咱们暂且说这部分人说是对的 那么现在乌克兰已经干到 包括北约已经干到了 俄罗斯的领土 叫不叫勤力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自从乌克兰到了俄罗斯领土 还全世界还有声音在说俄罗斯侵略这事吗 没有了吧 然后老铁们 我告诉你 不管这个是不是俄罗斯布下的口袋阵 但是今天有一个事 一定让俄罗斯脚打后脑勺的了 有人知道什么事吗 这边这样吗 库尔斯克这边 咱且说地方大叫地广人稀不好找 但是你们知道的 俄罗斯整个的国情都是地广人稀的 不管在哪 人口都集中在这么几个城市 包括什么圣米德堡啊 包括莫斯科啊 那几个城市 是不是啊 今天北约又开始对俄罗斯搓摇眼的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吗 大家都知道 俄乌战争最开始的时候 开始不久 芬兰包括瑞典啊 就开始要加入到北约 对不对 刚加北约没多长时间 今天就在今天的事 多个国家在俄罗斯方向部署机械化部队 而且刚加入到北约的芬兰是非常夸张的 直接将一个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 直接干到就是距离圣米德堡 200多公里的地方 俄罗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只要动手半天不到 直接大部队嘎干到圣米德堡 那么这下在北边 这个这个普达地该怎么应对呢 对啊 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 依然是中东的 以色列今天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 刚才我说了 伊朗怂了 咱暂且说他怂了 表面上就是怂了 对不对 但是老体们 他怂了不代表整个的反美反以色列武装怂 对不对 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谁啊 刚才我说了第二篇章 黎巴嫩今天家人们啊 黎巴嫩和以色列应该说是可以说正式开打了 以色列全国进不到紧急状态 伊朗小后撤 但是真主党已经暴怒了 而且从俄罗斯手里面 现在领取了大批量的武器装备啊 随后以色列这边 定当四五六对着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啊 四百多枚 六个村庄 大规模轰炸 说至少有三百二十枚的火箭弹 直接干到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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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以色列的选境 黎巴嫩反应非常快 那么问题来了 黎巴嫩这种党能不能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 扛起反以大起 这第二篇章 他第二篇章的扛霸子能不能扛得住 你们觉得能得过扣不一 觉得不能过扣不二 好不好 这是第三个还是四个话题 第下一个话题啊 美联储呢 可以说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 其实家门你们去看一些 非常深度的分析和解剖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在说 全世界各大地区 各大经济体 各大地缘 各大资源 其实我们现在你觉得 开始了啊 是这样的啊 咱们刚才讲到哪的呢 讲到那个 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普大地不是发话了吗 说兄弟们你们放心 三个月之内 我把乌军赶出俄罗斯本土 而且我要拿基辅 我干基辅 拿下乌克兰 让乌克兰投降 是吧 然后家人们你们没关注的就是 怎么去把那个乌军赶出去 或者怎么打到基辅 让他投降 但老铁们 其实我关注就是三个月 啊 有人说为什么三个月 家人们 为什么说三个月呢 很简单 就从现在 你数 数三个月 11月份 11月份 全世界有一件特别大的事 全世界有一件特别大的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美国大选 对不对 你们可以想一下 这边美国大选 呼呼哈 黑地道456 正激烈着呢 啊 突然之间朋友们 直接传出来消息说 乌克兰投降了 你对于老邓政府来说 你就你就就就 你别提影响多大了 直接败选 原因也很简单 家人们 为什么呢 因为俄乌冲突 咱说白了 就是老邓 这个民主党政府 发起来的 对不对 他就为了说消耗俄罗斯吗 把他这些劣质的 就是泡沫的经济 要直接往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怼吗 啊 然后他想让乌克兰 撑久一点 美国是又花钱 又消耗欧洲盟友 欧洲被他消耗的 都已经崩溃了 虽然说老邓政府 也安排了美国 贝莱德公司 啊 大量的泡沫经济 直接收购了乌克兰 大片的土地 现在整个乌克兰 国有的 包括什么 啊 优质的资本 优质的土地 全部都被美国 贝莱德公司给买了 前两天有过什么事呢 沙特的有一个 也是一个财团 直接干到乌克兰了 啊 叫劣质资产重组 这个 这个集团就是什么呢 就是组债务的 就是让把所有的乌克兰 欠美国的债务 你怎么还呢 你怎么怎么经营啊 啊 他这个公司干这个的 所以说现在都在下场乌克兰 乌克兰是一块大肥肉 我告诉你 因为所有的优质资产 全是可以抄底 就原来这个资产估值啊 可能说是 50个亿美元 现在你一个亿美元 直接抄底 因为国家不行了嘛 是不是啊 就所以说 复朝之下 焉有完乱 一定要期待我们的 那个祖国 要去繁荣昌盛 啊 所以说我们才能好 对分蛋糕你说的特别对啊 笑的开心 就是分蛋糕 全世界下场分乌克兰蛋糕 而且俄乌这个老铁们 咱说白了 就是乌克兰 你就哪怕是你最后打赢了 也国 国将不国了 没有人 没有资产 没有土地 你干什么呢 对吧 整个乌东地区四个州 包括什么重工业 粮食线 都在俄罗斯手里面 包括你军工产业的 就是这个 他现在是属于两个手 都让他自己给砍掉了 整个的出海口 包括优质的 除了乌东四周以外的 能够生产军工 一条一条 一条线产业来的 啊 再包括什么重工业的 制铁的 再包括什么 嗯 种粮的 优质的土地 全都被贝莱德给弄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现在啊 咱就说 真等到乌克兰投降了 他这笔投资 还能从物军的手里面 拿回来吗 那肯 肯定是有难度的 所以说这个投资 基本上就数据拿水漂了 你让他还 我跟你说 乌克兰人还两倍都都还不起 这个美 从美国借的钱 那都是高利息的 都是高利贷 到那个时候 美国的选民会怎么想 你拿着我们美国人的钱 老体嘛 你去资助了乌克兰 而且他还不起啊 对不对 肯定觉得说 民主党这个政府是个废物嘛 而因为什么呢 他还不仅仅是在乌克兰 他先搞了一个阿富汗大车军 记不记得 完事之后 俄乌这边也败了 再加上兄弟们 现在整个亚太 连一艘美国的军舰都没有 已经震不住场子了 什么概念 他们人又不瞎 又不傻 对吧 你跳出来 他们那个媒体 控制的媒体 你再看看 美国现在都拉西是什么样呢 你再心闹 也有明白人 最关键是什么呢 民主党这边人 居然连内塔尼亚胡都收拾不了 眼睁睁看着内塔尼亚胡 把美国拖进深渊呢 马上就直接被中东给拖死了 是吧 就这种情况之下 到那个时候 特朗普只要是稍稍发动点什么舆论战 那哈哈姐还选个谋了 肯定选不了了 而特朗普一旦老铁们啊 重新登上美国总统这个宝座 我告诉你 对于普京来说 他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知道吗 所以说这次 俄罗斯的战斗机 才会这么复合性 就是不诈人 直接就诈你乌军的弹药军火库 哎 甚至俄军还敢把谁呢 把乌军俘虏给放回去 生怕这些乌军挺不住啊 哎 我看有人就说了说 俄军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放俘虏啊 对不对 这不属于放虎 放虎归山吗 怎么说呢 我真不是埋在乌克兰老铁妈 今天早上我看啊 美国华盛的邮报报道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美国媒体亲口说了 就现在乌军的事情 已经是一泄千里了 就是正面战场 再加上库尔斯克战场 你知道一个月啊 老铁妈 一个月之内 有多少人投降吗 就投降潮这个事 老铁妈 都已经乌泱泱了 在前线 一个月 有一万多个乌军投降了 啊 那这个事 如果是俄罗斯自己报的 咱就不说啥了 关键这个事 是美国华盛顿邮报报的 兄弟们 可能美国也是在利用这个消息 来激发欧洲国家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恐惧的意思在 但是呢 乌军现在大面积投降这个事 他保准是有的 而俄军面对这么多俘虏 怎么处理 让他们回家 啊 这